广告继续浏览后续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28天前,中国武汉医生爱芬在网上发出武汉出现类似萨斯病毒的信息,随后,他的同事李文亮发到朋友圈分享,但是,中国当局在一直有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出现的情况下, 却采取了打压和隐瞒措施。蓬佩奥表示,与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真正的双赢,除非你得到特朗普总统。 说过的公平条件和特朗普总统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做到的对等。 他说,中国本可以避免全世界数十万人的死亡。中国本可以避免是借陷入全球经济为米。 他们是有选择的,但是中国掩盖了武汉的疫情。 爆发,中国卫健委1月3日下令销毁病毒样本。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新冠疫情对美国袭击的严重程度超过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及 911事件。特朗普再次抨击中国隐瞒真相造成全球危机,这件事本来可以避免发生。 特朗普再次表示,不相信中国公布的死于新冠病毒的数据。 特朗普还表示,他将在一两周内知道,中国是否遵守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国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就中国处理新冠疫。 情疑务时机引发全球性危机进行制裁。 蓬佩奥之前说过,有大量证。 据证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但周三他表示对此还不能完全肯定, 带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来自该实验室。 有人问两种说法是否矛盾。 蓬佩奥表示两种说法都对。 蓬佩奥说,我们不能肯定。 有重大症。 据显示病毒源于那间实验室。 这两个说法都可以是对的。 这两种说法,我都说过,其他行政当局官员也说过。 都是对的。 同日,美国白宫 发言人凯利·麦克纳尼在记者问及对目前美中关系的看法时表示,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令人失望与懊恼。 他说,中国在新冠病毒疫。 请问题上的一些决定,令特朗普总统不满, 并将美国人的生命置于且。 静,他举例说,比如中国没有分享基因测序,直到上海的一位教授, 独自提供以后,在那个基因测序被分享之后的第二天, 这家实验室被关闭,理由是所谓整改。 世界卫生组织在人传人的信息方面行动迟缓, 而中国并没有及时提供这一信息。 中国没有允许美国调查人员入境去了解, 那些决定将美国人的生命置于险境。 总统当然对此不满。 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一百多个国家, 全球。 确诊超过350万例,超过24万人死亡。 美国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死亡病例已达72,000人。 电邮新闻投票新闻就在您。